出差路上车没油了 到服务区下了我让他去下个油 结果我们上个厕所的工作他把车开走了 把我们全承证了 他们在服务区没油了 那工作人员让我来下个服务区看看 那我就开过来看看呗 那一来还真有 同事还在上个服务区呢 你车走就走了 那人家确实没骗我呀 这边确实有油了 我这人比较听劝 我当时尿一瓣 我看他在公司群里发了个嘘嘘就回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除了眼睛中看着他飘了一走了 当时都没想去喊那些吗 喊了 我们在外面喊了一路 就又回首又跳脚的 越喊开的越快 他们还喊我了 那我还以为他们在后边欢送过呢 那我说怎么去加个油还整这么隆重 又蹦又跳的 那我还给他们回了个OK让他们放心 还放心呢 我们在外面还让客人会骂死了 刚才给我打电话给我到哪了 我是没感激 就是够了 你考虑事确实是不够起来了 那他们光说加油也没说还得等着呀 干啥 不是你回不回来了 你们把我这把我扔上这 那是想有办法呀 要不你们顺着高速走一个服务区呢 我在这等你们 你倒你了 你有憋法 还挺横 黄雪是因为你要不还是回去接一下吧 那高速又不让掉头 我怎么回去 我也不能倒回去啊 一下扣12分 那我不心疼吗 那他爸扣分那我们咋咋 我们还着急见个户呢 这损失谁来背咋 善哥 车到山前必有路 等我预定他路到了 又再不受他这气了 我来接你们啊 你自己回来的啊 啊 我车绕圈回来没油了 我打车来的 那你来干啥了 不是你没让我来的吗 我说出发了 我给你了 我知道 我给你了 我发生了 你能打啊 那我摆下你了 我发生了 我риг雨 我来 帮你了 我败了 我开我